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给大家带来了10个最罕见的自然现象 新来的观众可以点赞和订阅小铃铛 以免错过精彩视频 话不多说 让我们进入正题 第十名 冰圈 在冬天的河流上 有时会出现一个圆形的冰块 在河面上随着水流缓缓转动 这种现象被称为冰圈或者冰盘 冰圈现象在全球非常罕见 通常只发生在北极 斯坎地纳维亚 加拿大等地区 圆形冰块的直径通常有很大差异 小的只有几厘米 大的能长到几百米 科学家通常认为 在河面的拐角处 加速流动的水会产生一种被称为 旋转剪切的力量 将冰块切断 然后冰块缓慢旋转 被切断的冰块和周围的冰块相互摩擦 最终形成一个正圆形 在某些情况下 海洋冰面上甚至会呈现出 无数个大小不一的冰圈 有的冰圈还相互连接 极其壮观 对于这一现象 科学家猜测说 这可能是因为海滨风动后 海水内的密度不同 导致了海水流转形成漩涡 就像将一块砖头丢入水中一样 出现了涟漪 也有人表示 可能是因为水下有燃气资源 造成了水的流动 从而形成了漩涡 直到今天 这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第九名 冰冻气泡 许多人都在网上看到过冰炮器官 透过冰面 一串串晶莹剔透的气泡 被封印在冰层之中 远远望上去 犹如漂浮在水面的珍珠 这些令人震撼的冰炮 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据科学家分析 冰冻气泡形成 主要是因为湖底的水草 和藻类死亡后 腐烂分解出大量的沼气 当冬天温度下降得非常快 湖面在短时间快速结冰 而且结冰的速度 快于甲烷冲出湖面的速度时 高度易燃的甲烷无处可逃 只能被困在冰层中 然后形成一个个冰风 在水面下的泡泡 位于加拿大阿尔博塔省的亚伯拉罕湖 每年冬天都会出现这种奇观 当冰融化时 气泡便会破裂 同时发出嘶嘶的声音 需要注意的是 欣赏美景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危险 因为冰冻气泡里的甲烷 很容易被点燃并引起爆炸 第八名 海市渗楼 海市渗楼又称渗景 是一种因为光的折射和全反射 而形成的自然现象 是地球上物体反射的光晶大气折射 而形成的虚像 其本质是一种光学现象 古代的人们并不了解这些知识 所以常常将其视为神迹 虽然大多数人都了解这一现象 但能够真正看到海市渗楼的人 还是少之又少 海市渗楼通常在海上和沙漠中产生 在这种情况下 陆地导航会变得非常困难 因为你会感觉好像被一片水包围着 而那片区域高出来的部分 看上去就像水中的岛屿 并且还看起来像是要移动一样 许多在沙漠中寻找水源的人 最后都死于海市渗楼的幻景 不过 如果你到一个高一点的地方 你就可以避开贴近地表的热空气 从而克服海市渗楼幻景 总之 只要稍稍调整一下观望的高度 海市渗楼现象就会消失 即便是没有消失 它的外观和高度 也会在你眼里发生改变 第七名 云层中的神秘空洞 有时人们会突然发现 本来蓝蓝的天空 飘着一层薄薄的白云 但不知什么时候高高的云层上 忽然出现了一个圆圆的大洞 远远看上去就像一个大盘子 或者说是云层中间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人们对这种现象感到十分的困惑 网友发表评论说 好像是上帝在清澈的大湖里 投下了一块巨大的石头 荡起了圆圆的涟漪 甚至还有人认为可能是 飞碟等不明飞行物 穿过之后留下的痕迹 天文学家和气象学家解释说 这是天然与翻动现象 又称穿动云 该现象产生于中高云层 飞机穿过时会导致云层空气冷却 膨胀 使过冷水低冻结 形成的冰晶 也就是雪从云层中落下 所及之处也会结冰 从而形成空洞 并在一小时内扩展约50公里 有时经过特殊的光折射 云层空洞还会产生不一样的颜色变换 真的有种外星文明降临地球的感觉 第六名 珠母云 在某些地方的深冬时节 在爱日落前或者日出后 天空总会出现一些极光一样美丽的云彩 这种极为罕见的云层 被称呼为珠母云 在学术上也被称呼为极地平流层云 这种云彩通常只出现在高纬度的地区 比如说苏格兰 阿拉斯加 或者南极地区 这种云彩之所以被称呼为珠母云 主要是因为它有着和珠母辈一样的彩色光泽 它们来自于阳光穿透云层时发生的折射效果 虽然珠母云是所有云彩中最美丽的存在 但是它对大气层和地球上的生物 却有着毒害的作用 它的存在会使臭氧层产生分解的化学反应 这会让臭氧层的破洞变得更大 然后使地球受到更多的紫外线照射 能够让人很容易地患上皮肤病 甚至癌症 会加速一些生物的灭绝 人类自然也会包括在内 幸运的是珠母云很难形成 这是因为它只能发生在距离地面 15到25公里的平流层中 而平流层所处的位置又很干燥 想要形成云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第五名 天空裂开 2016年 一名网友在印尼北苏门达拉省 北部棉兰市的卡罗高原附近 意外录下了大自然的惊人奇景 画面中显示 当时天空中厚重的云层 仿佛被利刃丛中切开 四周翻滚的气流肉眼清晰可见 拍摄者身后聚集了许多当地居民 不约而同地纷纷拿起手机 拍下这令人震撼的一幕 视频经上传仅仅四天 就有超过220万次观看 网友们纷纷留言说 这根本就是海贼王里面白胡子 与红发对打的经典场景 还有人说 如果自己在现场估计会吓得当场腿软 因为这看起来就像是末日来临一样 一位自称在当地带国团的网友推测 可能是火山喷发 才造成这种奇特的景象 因为这种现象来得快去得也快 很可能是人类史上首次观测到 所以科学家并没有对此做出解释 第四名 操面云 操面云顾名思义 就是表面非常不光滑 看着非常粗糙的云 这种现象 可能跟天空裂开的景象有些相似 云层上下翻滚 飞机到极限会形成褶皱 由此看起来非常的恐怖 每次它的出现 都会引发当地居民的惶恐 更重要的是 操面云还经常出现在各种灾难片 灵异片中 起到烘托恐怖的氛围 受影视剧的影响 在现实世界看到操面云时 还会冷不丁地让人害怕 犹如末日来临 可实际上操面云只是一种奇特的自然景观 而且它的出现 往往意味着恶劣天气即将结束 所以它非但不是不祥之兆 反而还是好兆头 只是长得丑而已 操面云的形成 都是在雷暴或封面过境后方的乱气流 二重波状云相遇后混乱叠加 形成的奇形怪状的云 操面云的出现 往往意味着恶劣天气即将结束 所以看到操面云并不用怕 再等一会儿就能看到天气慢慢变好 第三名 火彩虹 火彩虹又叫环地平湖 许多人都认为这是所有运向中最美的 它是由于太阳光线穿过基云中 又厚又水平的冰晶 而产生的折射现象 产生这种现象的大气条件 必须非常特定和完美 它只能在世界上某些地区观察到 为了了解它形成的真正复杂程度 你可以感受下这句话 为了被观察到 太阳必须处于非常高的位置 同时观测位置的海拔高度为57.8度 或更高 并且只能在基云的存在下发生 因此 它无法在55度北纬 或55度南纬以北的位置观察到 在北欧地区 它只能在夏至左右的时节观察到 如果各项条件达标 它会出现在与太阳同侧的天空的地平线上 由于非常少见 迄今火彩虹现象较少被拍摄到 即使是有也基本是图片 火彩虹在太阳高度为67.9度时 可以达到最大强度 那个时候也是色彩最缤纷最美的 第二名 榆林潮 涌潮是上涨的潮水 涌向部分和流河口形成的潮汐现象 这种现象的形成 首先要有很高的潮汐 6米或甚至是更高 河流一定要很浅 而且逐渐倾斜 另外空框的河口 还需要成漏斗形 这样当河水通过狭窄的河渠挤入内去时 水流量才会增大 涌潮的流动速度 是通常潮汐的三倍 在移动过程中 会发出轰鸣声 而且因为部分涌潮很高 所以经常被错认为海啸 涌潮最为知名的其中之一 便是中国东部潜塘江的潜塘涌潮 这是世界上最高的涌潮 高度可达10米 特定区域的宽度可达3米 速度超过40公里每小时 截至目前 人们已经在潜塘江观测到 8种形态的涌潮 其中最为罕见的一种 就是榆林潮 直到2021年9月人们 才首次观测到这一现象 画面中潮水被分成了好几股 每一股的前端有一个前浪 后来跟随着后浪从上往下开 前浪的样子像整齐的榆林 科学家表示 当波纹潮和一些碎片潮 呈十字交叉的时候 就有可能在相遇的一瞬间 变成榆林潮 但也仅仅是可能 因为碎潮的方向是乱的 就算它与波纹潮交叉 也未必会是榆林的模样 而且就算形成了持续的时间也很短 往往只有几分钟 所以普通人很难看到这种景象 潜塘江的观潮历史 已经有上千年 但榆林潮一直未曾在史料中出现 可以说这种现象 已经罕见到了几千年 也难得一见的程度 第一名 精灵闪电 如果你曾在雷暴天气时 抬头瞥见一头 坐在天空高处的巨型红色水母 那不是幻觉 这些像触手一样的红色闪电 被称为精灵闪电 它是在距离地面 30到50英里的大气层中 向上闪电的现象 这种现象出现的时间 不到三十分之一秒 有如鬼魅一般难以捉摸 且由于通常被暴风云遮挡 因此很难从地面上看到 由于红色精灵极为短暂 诡异而且恐怖 常常会让宇航员和飞行员们 毛骨悚然 心有余悸 在阿波罗登月的时代 宇航员们刚刚进入太空 有些宇航员就报告了 这种神秘的红色精灵 由于瞬间就会消失 他们往往会以为 自己出现了幻觉 或者是遇到了某种 从科学上不好说出口的 神秘现象 得益于现代科技的发展 科学家已经可以通过 特殊的摄影设备 观测到精灵闪电 他们有的像巨大的水母 直径可达到约50公里 有的像红色的铃铛 有的又像一根柱子 直插太空边缘 有时似乎还悬挂着蓝色的触须 所以看起来 就像是外星来客一样 如果不是拍到 我们真不敢相信 这些景象的真实存在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以上就是地球军 带给大家的 十个最罕见的自然现象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我们下期再见